新生儿阿斯曼面临突发情况,这让阿祖法非常着急。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,给这个家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。 然而,康特的心中却充满了焦虑和不安。 房子的租期即将结束,而上涨的租金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。 如果不能及时筹集到足够的资金,他们一家可能会面临无家可归的窘境。 康特尝试联系房东,希望能争取到一些宽容的时间。 但房东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,这让康特的心情更加焦急。 他知道,他必须立刻行动起来,去寻找工作,为家庭带来稳定的收入。 在和妻子阿祖法简单叮嘱后,康特便匆匆出门,踏上了寻找工作的路。 阿祖法留在家中,照顾着两个孩子。 他的目光温柔地落在刚出生的阿斯曼身上,但很快,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 他注意到阿斯曼的皮肤比正常婴儿药黄很多,这是黄胆的典型症状。 阿祖法的心中涌起了一丝担忧。 他知道,如果不及时治疗,黄胆可能会对阿斯曼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。 阿祖法和康特目前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,他们没有多余的钱来购买治疗黄胆的机器。 这让阿祖法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和焦虑。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,摄影师提出了一个建议,让他联系一下马斯特,看看他是否有治疗黄胆的机器或者有其他的解决办法。 马斯特是康特的老朋友,他一直都非常关心阿祖法一家。 在得知阿祖法的困境后,他没有丝毫犹豫,立刻表示愿意帮忙。 就在阿祖法担忧地看着心生的阿斯曼的时候,马斯特一家很快就来到了家中,他们的到来像是带来了希望的曙光。 马斯特仔细地观察了阿斯曼的情况,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关切和决心。 他和阿祖法一起讨论着可能的解决方案,他们的声音低沉而充满忧虑。 马斯特坦诚地告诉阿祖法,他家里并没有治疗黄胆的机器,但他愿意去医院租借一台,以确保阿斯曼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。 阿祖法听到马斯特的话,心中涌起了感激的波澜。 他知道马斯特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,他不想给他增加负担。 于是,他轻轻地说,也许过段时间阿斯曼的黄胆就会自然消退。 我们不需要那么麻烦去租借一台机器。 阿祖法的话中透露出一丝无奈,但更多的是对马斯特好意的感激。 然而,这个想法立刻遭到了马斯特和他的女儿的反对。 他们坚持认为婴儿黄胆是一种需要认真对待的病症。 必须通过机器进行治疗,不能有丝毫的马虎。 马斯特的女儿,同样作为一名母亲,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责任感。 他告诉阿祖法,孩子的健康是最重要的,不能因为一时的经济困难而冒险。 马斯特没有再多说什么,他立刻起身,准备去医院租借治疗黄胆的机器。 屋里只剩下阿祖法和马斯特的女儿,他们都是孩子的母亲,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。 在等待马斯特归来的时间里,他们分享着各自的育儿经验,讨论着如何更好地照顾孩子。 时间在他们的交谈中悄悄流逝,阿祖法和马斯特的女儿都暂时忘记了心中的忧虑。 他们的笑声和交谈声充满了整个房间。 不久,马斯特带着从医院租借来的黄胆治疗机器回来了。 阿祖法看着马斯特忙碌的身影,心中充满了感激。